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依萨 那今天呢是感恩节,感恩的话真的说不完 因为自从我们这个频道创立以来吧 大家就一直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鼓励 还有很多的今年方面的资助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那今天呢在这个感恩节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感恩节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感恩节都感谢谁呢 是抓到谁就感谢谁吗 还是感恩节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到底是想感谢谁 然后出来一个感恩节,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感恩节呢其实大家来到美国之后都会觉得说 感恩节就是一个美国本土的 然后一个原有的节日 非常非常一个原始的节日 是美国独创的 那同时呢也是美国放假最长的节日 一来到美国他就说 感恩节小长假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在这个节日里面呢 大家就会发现说 美国人会吃很多很有这个节日气味的东西 比如说像火鸡 我以前只在动物园里见过火鸡 中国不吃火鸡吗 不吃啊 台湾也不吃火鸡 你看到动物园里面有那个火鸡 你就会想说 这东西真能吃吗 就是它长得根本就像个小鸵鸟 然后脖子这边不知道怎么了 长一堆流的东西 就会说OK 体积这么大 对不对 而且火鸡说实话它蛮难吃的 是 就是在这边很多华人会吃张茶鸭嘛 由于火鸡太难吃 所以很多饭店做成了张茶火鸡 就让它味道好吃一点 那除了这个火鸡之外呢 你还会吃ham 对吧 就很大块的ham 然后你去切 还有土豆泥啊 这些东西都是感恩节 比较代表性的食物 还有cranberry cranberry 他们会把mashed potato的那个酱 然后跟火鸡 然后在上面再撒那个果酱 就变得酸酸甜甜 就很好吃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会看美式足球 橄榄球嘛 不太一样 美式足球它是有装armor的 橄榄球吗 橄榄球没有 橄榄球是大家穿个普通的那种衣服 然后就在那边流打架的那种 但是球都是一个球 对 橄榄球 一个球 哈哈哈哈哈哈 总之就是这个感恩节的时候 大家也会互相送礼物嘛 反正就是一个很温馨 然后很欢乐的一个节日 那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 也是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要对我们生活中 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感恩 要感恩生命中的这些人 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神 那一说到感谢神呢 那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哈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打了一个旅游广告 这个旅游广告呢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诶 Eason 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 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从11月1号重新开启了旅游大门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哦真的啊 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我推荐 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游 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 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 耶稣祷告的克西玛尼园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 好多人都说 哇哦 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迦南美帝旅游公司这次的行程 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 马拉、以林和奇骆驼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请和嘉南美帝旅游的Pamela或是We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我还以为你要怎么介绍了 你就直接说看影片啊 你的口条好 你可以 我很感谢你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其中一个感言就是要我感谢你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真的是口条太好了 所以说你的反应很快 你可以把这东西全部讲出来 你我的话 我就是没有办法怎么 就是 那个 你看刚说口条不好就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像这个旅游广告呢 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一定是基督徒一定要去的地方嘛 对 至少医生一定要去一次嘛 对吧 而且你光看圣经你说 哎呀 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 也不知道咋出的 你就是在这看 也不知道 你当你站到那个场景里面 你就 我觉得脚一定都会软 这个就是当时什么云柱火柱出现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行神机的地方之类的 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这个联系方式 来打电话 然后跟我们这两位姐妹来联系 说 问一下 如果要是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提问 那我们再回到说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感恩节 其实这几天感恩节呢 在左派 不光毁坏我们的教育 不光毁坏我们的司法系统 政治系统 他们连感恩节都要扭曲 对 那感恩节现在就被他们说成说 哎呀 白人呢 殖民扩张 还有关于印第安人的打压 还有大屠杀 这个想法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主流 对不对 对 在2007年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官方成了美国 全美国的头条新闻 因为他们决定把感恩节这个节日 形容成一个哀痛的时刻 time of mourning 还有一个500年的背叛的提醒 a bitter reminder of 500 years of betrayal 这个说法把这个英国来的清教徒 形容成一个很大的压迫者 自己逃离了迫害的政治 还有宗教体系 然后呢 跑来美洲大陆这边变成了新的迫害者 他们说这些人呢 夺取了北美大陆原本这些原住民的土地 还有生命 那么这个感恩节我们就来看看到底 第一个感恩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说你有在这边读过小学 国中高中的话 你就知道就是感恩节的由来是什么 就是一些人他到了这个美国 第一年的时候很难过 然后呢死了一堆人 然后呢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 年底的时候呢 他们就开个大party 然后吃四天 吃火机啊吃土东 对就是为了要感谢这些印第安人来帮他们 对 就是一般的人认为的感恩节原来 那么感恩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说清教徒是因为宗教迫害 才横跨大西洋这个说法 其实并不是真的 因为他们并不是从英国来的 英国的国教没有说 你一定要信我 然后你不能出去 他们是自愿的离开英国的 这些人到了荷兰超过了十几年 荷兰当时是全欧洲大陆最宽容的一个国家 同时也是所有宗教的避难所 他们就是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 基本僵士 他们不被任何一个英国的国教 被逼着一定要参与英式的后宫真还传之类的东西 他们担心的是诱惑 因为荷兰的文化 还有对金钱的价值观 大家都知道 荷兰如果你开放的话 主要是说那样很色情啊 暴力啊 他们对于金钱的价值观 还有物质文化的看法太严重 这些清教徒认为说 他们的小孩如果继续在荷兰生活的话 会脱离生 然后被这些文化牵蚀 哎呀 他们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 你看看这父母当的 这才是真的负责任的父母 现在很多父母的想法包括像老一辈的 像我那个姥姥和姥姥那一辈的 就说哎能把小孩养活就不错了 谁谁谁家生了十个 然后死了两个 到最后养活了八个 真的 就是说能活着都不错了 养好养赖好人坏人 他自己去造就吧 哇 就活着都不错了 就是这样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呢 他们会在1620年的时候呢 他们愿意开着船 古月花船其实并没有很大 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世界 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宗教过海 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奔向一个神圣的道路 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的这个执着 让他们横跨了大西洋 他们原本想要把这个圣经说的模范社会 建立在一个很大的森林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狼啊 鹿啊 的一个岛上 这个岛呢 对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叫做曼哈顿 曼哈顿啊 对 什么都没有都是狼的岛 狼和鹿 但是当时的船 不像现在这么靠谱 风往哪里吹你 基本上就是往哪里去的 所以他跟那个爱环保主义的相差 不太一样 做那帆船 本来像是两回事 然后他们就偏离了航线250英里 然后5月花号就停在了Massachusetts 马省 这个情况或许看起来很悲惨 但是他们认为其实那个地方就是神要他们来的地方 因为有一天晚上12月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暴风雨 然后把他们派出去的探测的这个小船 奇迹式的冲刷到了一个小岛上 因为你通常你开的是小船的话 暴风雨浪打过来的话 就是翻船然后你就死掉了退伤那个时候 结果他们竟然全部都活着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那边是一个废弃的印第安人的村庄 附近的土地也全部都被翻过 是可以直接种东西的 还有已经存放好的这些玉米 还有非常充足的这个淡水 这不就是神把他们给带去的吗 就是怎么会来这个电影 就说莫名其妙被冲上来 上面没有食人族就不错了 然后结果玉米也有淡水也有地都翻好 这就是神带过去的 是 听那个左派的报告的话 他就说什么可恶的殖民者 然后开始杀这些印第安人 然后侵略这个村子 把这些当地的印第安人赶跑 相反的 他们还想要表达强烈的感谢 然后想要付钱给当地的印第安人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玉米不是偶然放在这个地方的 应该把东西买下来才对 但是那个村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收他们的钱 但是原因是因为呢 在这之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已经全部死光了 连续三年的瘟疫 几乎杀光了所有那个村庄的印第安人 杀死他们的呢就是天花 在那场灾难之后的幸存者之一 几个月之后回到了这个村庄 然后呢发现就是 这边怎么有新来的英国人 而且来欢迎这些英国人 然后这可能是他们在整个美洲大陆上面 最应该要认识的人了 对于决定要定居在那边的英国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个神迹 他们认为说 他就是神派来帮助他们的 因为那个人会说英文 而且还是个基督徒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Squanto 中文的翻译叫做史广多 不是史广多吗 不是每次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确定他不是Squanto 史广多Squanto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 然后他还是在小孩的时候 差不多12岁的时候 被一个欧洲来的船长就是绑架 然后卖到西班牙去当奴隸 就他的人生是好像很可怜的 然后这个史广多被奴役了四年之后呢 他就被一个修道院这个 道士 修道士 道士 就是那个天主教那边的那种东西 他赎生 然后他就想尽了办法去了英国 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机会 重新横跨大西洋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找自己的家人 但是却发现他所有的朋友还有家人 全部都被天花夺走生命 哎呀 但是你想想 哎呀 这背景理想 他这个故事也太不容易了 但是问题你说 当时在这个来回行走这么不方便的情况下 他一个人这么能折腾 又出国又回国的 跑来跑去 也不用护照 对啊 也不用跟那个在墨西哥排队 对啊 啥也不用啊 而且你看还横跨大西洋啊 两次 你说那个时候船多不靠谷 就像他们片里航线 你再吹出去个什么350英里 你怎么回家呢 之后这几个月呢 Squanto就帮助这些英国 我求你了 你管叫石广罗吧 OK好 之后这几个月呢 石广罗就帮助这些英国老 告诉他们怎么种地 然后怎么种玉米 然后帮助他们跟当地很重要的印第安人首领 就是达成了经商的合作 这个首领的名字呢 叫做Massassowit 这个人呢 我找不到中文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的话 如果是你翻的话 你会怎么翻 Massasso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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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这就是为什么这群新教徒的领导人 William Barford 说石广罗是神 为了他们派来的一个特别的帮手 之后呢 他们就成功地活了一年 然后把这个活动称为第一个感恩节 The First Thanksgiving 这其实是在十月连续三天庆祝丰收的节日 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守节旗的 他们守的节旗就是圣经里面的Sukat 祝鹏节 祝鹏节喔 对 然后呢有90个印第安的勇士加入了53个清教徒的幸存者 一起来庆祝这个特殊的节日 因为去年的时候已经死了一半的人了 那英国人提供了一些蔬菜还有鱼 然后还有一些野生的火鸡 可能有一些野生的火鸡啊 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大家有在养火鸡之类的 然后呢 这些原住民呢 带了他们五头才刚列到的鹿 来作为这个造访的礼物 那在这个场合的下面呢 没有美式足球可以看 所以说他们就自己提供娱乐 就是射击拿枪 响响响响 这些新移民跟印第安人对于枪支 都有强烈的着迷 我相信只要有男人都会有这样子 同样的感觉 那虽然这些清教徒没有持续在那个岛上继续住下去 并没有变成像六四元课本里面说 变成一个城市 然后慢慢的人口变得很多 然后发展成现在的美国 他们只在Primus的日子呢 只有几年而已 他们在1691年的时候呢 搬去了一个比较大的殖民地 因为那个地方呢 发展得比较迅速 相比起来的话是方便很多的 那个地方就叫做Boston博士顿 上次吃龙下去了 对 吃完火鸡吃龙下 但是呢 一开始这第一批清教徒的使命 还有他们的信念 在美国整个民族性上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他们有着不可以动摇的信念 认为说神会保护他们 不是要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优惠 而是赋予他们特殊的责任 他们认为自己是神伟大的计划中的工具 而不是计划的作者 这个影片还有历史故事我去年有在PHC分享 去年的时候我是说川普应该会当总统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现在应该就是买枪、买子弹、保护家园 没想到过了一年了 我买了四把枪、上千发子弹、防弹背心、防弹头盔、战术腰带 甚至还有帐篷、太阳能发电机 就是还有这个紧急救人的食物 急救包全部都买了 而且还是觉得不是很安全 因为拜登跟左派发动了一场文化战争 攻击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小孩 从教育、学校、疫苗护照 开始全面的掌控 重新的试图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对啊 这个就是当时为啥那帮人从荷兰跑走的原因吗 然后结果没想到过了几百年之后 在这又开始重演了 对没错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 不管你是一个新移民 你家是1620年就来到这块地了 还是我相信我们观众应该没有这样 应该都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吧 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纪念人最善良 然后最互相帮忙 最值得感恩的节日 当成是一个time of mourning 很多美国人竟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一开始的清教徒就知道说 一点就是他们知道 不管你来自哪里 你的文化是什么 你活得的时段是什么 你只有在感恩当中才可以得到幸福 绝对比愧疚跟受害者心态来的多得多 所以说今年感恩节 请你想想看 你有什么值得感恩的 不管是你的父母 你的老板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教会 都请你真的感恩他们 他们会得到快乐 而且你也会得到快乐 对 我们在感恩的时候 不仅仅是说要感恩说 我们这一年获得了多少的帮助 获得了多少的支持 其实很多时候更要感恩那些 神让我们成长的 然后让我们试炼的那些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需要感恩的 虽然很多时候当下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我不干了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就明明知道说 神是要通过这些东西 让我们可以如鹰展示上 就是你过了这个之后 你就会被神再提高一个层次 然后你会跨过这些的困难 然后在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还是要学会感恩 就虽然好像一切事情都变得很糟 然后四面受敌 但是神告诉我们不会被困难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 更加能锻炼我们一个信心 一个耐心的提升 我现在一想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 可能当时在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可怕 但是你在一过去 或者你换一个形态 就是这样去看的时候 你就说 有意思 这个就是提升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跨越 能够战胜 然后战胜自己的 这样一个东西 对 那AI News在这一年 也真的特别感恩 因为在我活过的人生里面吧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是蛮大的挑战 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 就是有的时候会害怕 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我看起来都很坚强吗 对啊 我看起来很强 然后很努力 然后很知道自己要干嘛 是啊 我看是 但是我心里就是也会害怕了 是因为这是一个神的产业 这是一个神的东西 放在我们的手上 我真的战战兢兢了 我经常有的时候就说 我做这个东西 到底对不对得起神 然后神你满意吗 我们有没有 那个就是侮辱你的名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神交错给我们的东西 把它好好的给做好 对啊 而且有时候会 他真的就是会害怕 他说钱真的是没有的时候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神你还在吗 我是不是有做错事情 我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这公司还维持下去吗 这个节目还可以维持下去吗 都会有一个调不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 对可能是经历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要是多经历几次的话 可能是越来越 你就知道 因为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就看到神的神经 然后你多经历 就说 哎 神不会不管我的了 开玩笑 是不是 我们要到了低谷 我们才会被提升啊 要不一直在平面 就说 原来这是个大草原 原来我啥事都没有 对吧 他们可以横跨大西洋 看你要这样 对啊 所以A6真的在这一年 一回想 过去的这个一年 所有我们走过的路 真的感觉到很感恩啊 一回头一看 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低下的之友 对啊 然后不管是在金钱上 还是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还是广告的机会 Neeji Nails 加拿美的旅游公司 还有MyID的这个面膜 这是我们即将要上的广告啊 对对对 还有神奇传播的摄影棚 末世先锋 让我们使用这个办公室 对 我们也感谢我们唯一的员工 Prisilla 愿意在你这么少的薪水的情况下 跟我们一起坚持度过这个难关 还有就是所有加入我们Coffee会员的人 我们珍惜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表示说我们做的事情 在你们心中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在神的眼里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要感谢就是要感谢神 让他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做这个服饰 这个事工 有机会可以在这么左派猖狂的一个环境下 做一个爱神 爱真理的工作 那今年的感恩节 可以感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那也请大家在下面分享 今年你的感恩节 有什么是值得你感恩的呢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个 你像感恩节嘛 我们教会就有那个感恩见证 就让大家感恩感恩 很多时候你就是乍一想 有什么感恩的呢 在过去这一年 神在我的生命中 做了什么事呢 很多时候会忘记 很多时候会忘记 但是真的就是 当你静下心来 拦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然后你就细细的回想 你去数算神的这些恩典 你会觉得 what 就是夸张到一个不OK 对 非常非常的夸张 神的恩典真的是 数不尽算不完的 哪怕是在一年的里面 太多太多 很多很多的时刻 都是让我们实在是 感觉太感恩了 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观众朋友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 很多的牧师 很多的教会 都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支持 虽然很多时候 大家也没跟我说 有的人真的在背后 默默地帮助我们 来给我们捐款的朋友 然后来替我们祷告的朋友 帮我们转传影片的朋友 从很多很多方面来帮助我们 可能这些东西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然后他们在背后帮助我们 也没有跟我们讲说 我没有做什么什么 来帮助你们 但是神都知道 谢谢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神一定都会纪念 而且神一定都会记在 天上的生命册里面 一定会在天上 有那个永恒的讲座 来等着大家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帮助 如果要是没有大家的转传 没有大家的评论 大家都不看 那我们做这个东西 做给谁看呢 是 最主要要感谢 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 来庆祝这个感恩节 这个国家 我们大家都是从亚洲那边来的 我们大家都是从原本的国家 来到这个地方的 我们真的要感谢美国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让感谢美国可以让我们认识神 然后让美国可以是一个这么自由的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现在还可以说这个样子的事情 你在中国说很可能被封或是怎样 虽然现在美国好像也不是说很容易 所以说请各位 这个感恩节 感谢美国 然后帮美国祷告 然后让美国可以持续做一个自由之地 跟有政之家 对我也相信美国这一块土地 就是神当年使用那些人来为我们预备的 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生活 让我们有这么自由的信仰可以在这里 我们的节目真的放到中国马上就会被封 你都不用想了 咱俩还能在中国漏面吗 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感恩节里面 给你没有信主的家人们朋友们 给他们讲一讲感恩节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他们要是觉得美国好 你们可以给他们讲一讲美国为什么好 为什么来到美国是每个人应该得到的神的祝福 你既然来到这里 你就一定要认识神 不然你来美国白来了 来这里干嘛 领绿卡 领白卡 绿卡白卡 红蓝卡 对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来到这里要领受更大的祝福 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他不仅仅是说让我们居住在这里 让我们有自由的发言权 让我们有投票权等等 我们还要领到神永恒的奖上 这一块土地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人预备的 也是我们一个传福音非常非常好的战场 那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 就希望大家把这些感恩的讯息给家人朋友们都散播出去 我们也在这里感恩你 谢谢你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在背后默默的那些帮助和支持 虽然我们很多朋友我们都不认识 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 那在感恩节这个期间呢 就祝大家吃好喝好 然后大家一起吃大火鸡 一起吃大hem 然后吃cranberry的那个酱 对吧 你很喜欢的 然后土豆泥 然后每个人呢 吃了之后都淋漓充满身体充满身体健康 因为神一直都与您存在 而且还不会胖 这个非常重要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大家感恩节快乐 拜拜 by bwd6